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紫白 我所有興趣的影片都是黃 朋友們有收藝的水族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話 拜託大家幫我訂閱 謝謝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愛愛太激烈 被X到掛急診 的五個真實案例 有一位女性分享 她前一天晚上在跟男友恩愛的時候 肚子一陣陣痛 第一次在恩愛的過程中暫停 因為真的痛到受不了 她直接請男友送她去急診 第一次躺上單架被推進病房 婦產科醫生幫她內疼 告訴她說這是黃體破裂 是因為體內出血 而造成腹部非常劇烈的疼痛 所以她也提醒各位男性女性 在恩愛的過程中 真的不要太激烈 小心把對方的黃體撞破了 這樣不只性質沒了 嚴重的話還有可能造成死亡 有一名24歲的女子 她上網學劍子操 雖然在兩分鐘之後她就放棄了 但她睡前突然間覺得 左下腹部不適 凌晨跟痛醒直接到急診室秋醫 經檢查確認是卵巢的黃體破裂 虛立刻手術治療 一位17歲少女因下腹部疼痛就醫 臉孔腸跟音樂主治醫生初步檢查之後 發現她有明顯的下腹部和肚臍周圍壓痛 發現她肚子開始痛的時間為前一個小時的性交過後 再加上月經約3-4個星期前結束 腹查科超音波檢查之後 確定是黃體破裂 併發腹腔積血 所以這些案件都有一些共同點大家有發現了吧 一對新婚夫妻分開半年 一見面就忍不住親熱 但因為老公太猛烈 導致老婆的黃體囊腫破裂 下腹部剧痛 發現腹部腹腔有大量積血 血量竟然高達她全身腫血量的40% 導致她差點休克 小倩今年32歲 某次與老公發生性行為之後 突然下腹部剧痛不止 原本以為是刑防進行的太激烈 忍一忍就過去了 沒想到3個小時過去了 小倩的下腹部疼痛竟然轉移到兩側 腰背疼痛難耐 伴隨呼吸急促以及噁心感 連走路時候的症痛都覺得疼痛 老公趕緊加上送醫 檢查之後發現是黃體破裂 病發內出血 前面5個案例介紹完了 有一些人其實很喜歡 做愛的時候猛烈抽插的那種感覺 但還是要注意 不要造成前面幾篇新聞的後果 女性的排卵日一直到月經來之前 的10到14天為黃體期 卵巢排卵後剩下的卵泡會變成黃體 分泌黃體頭能穩定子宮內膜 令子宮內膜不會脫落 如果卵子這時候受精就可以著床 如果卵子沒有受精 黃體自然會萎縮 子宮內膜就會剝落 造成月經來襲 所以女性真的很辛苦 女性的子宮就是一直在等待受孕 每一個月每一個月都在等待受孕 沒有受孕就剝落 再等待下一個月沒有受孕又剝落 那在前面提到的這些 就是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女性在月經來之前 黃體會長大 那這時候如果你激烈運動 包含女性自己劇烈運動 或者是在性交的時候用力的撞擊 都有可能造成這個黃體破裂 沒有經歷過的人可能會覺得怎麼可能做愛做一做 只有內出血太誇張了吧 其實黃體破裂是非常常發生的事件 所以各位在刑訪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女性的生理狀況 通常黃體被撞破破裂之後呢都是內出血 大家不要覺得很後面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差點把女友X死 所以大家請好好呵護自己的利益犯 那如果說你在做愛完之後發現 腹部有一點疼痛 如果真的很痛一定要記得去看醫生 不要再忍 醫生一照他就知道你的腹腔發生了什麼事 希望大家在 腰愛愛愛愛 哥哥我要你的愛 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並且好好的呵護你的伴侶喔 那我們下班見啦 掰掰